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8号 中秋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还可以啊 还可以 首先呢 它出现了降速 本来呢 这个接速还是加速的 上午的跌到了2700 下午一开盘 是吧 2700跌穿 下午一开盘 快速下跌 2700跌穿 最低跌到了2689 然后呢 展开了盘中啊 展开了一波快速的反弹 30分钟左右 这个快速的反弹呢 它起到的作用呢 就是降速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看这张图 这个绿角线啊 如果不能生成红角线 它就不会有结果 然后呢 绿角线一直在放大 看到没有 放大 只有今天往回收了啊 往回收了 这个叫降速 降速 我说它可以反弹 也可以横盘 假如说在这横着 也不用长 就在这横着 也会收出红角线 反弹当然更好 红角线都会快速的收出 然后 市场需要再次向下 才会形成结构 才会形成结构 那么现在呢 有几个好的地方 比方说 市场如果没有周线的动画 假如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形成结构 我就直接驻底 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 是防不住的 就防不了它突然驻底 但是现在周线有动画 日线防不住 周线能防得住 能理解吧 如果日线它突然驻底 对不起 周线的动画会形成结构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地方 如果周线不形成结构之前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着底 反正有周线最后一道防线 能理解的打一 所以在这个踏踏实实着底的过程中 我们要具有一定的耐心 驻底是一个过程 它要先有一个反弹 构筑红角线 红角线没有要求多 当然 红角线多的时候 再次向下的时候 顿画的级别大 但是它对构筑结构的时候 对红角线的没有要求 然后再次向下需要两根绿角线 但是对红角线是没有要求的 只要一根也行 只要能够分割出两个绿角线就可以了 但是它必须得有红角线 你像上任指数 现在没有红角线 收短归收短 绿角线收短不代表它出红角线 从目前来看呢 对吧 至少本周之内不会有红角线吧 上任指数 本周之内不会有红角线吧 所以日线的底部结构本周是不会有的 在日线动画消失之后 我们就直接说两周之内不会有 对吧 两周之内不会有 节前一周 节后一周 那么从目前来看 日线的底部结构 大概率下周也不会有 下周也不会有 包括本周的明天和后天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去找日线的底部结构去 假如它是暴动 突然拔起 周线有周线结构护着了 问题不大 这个地方最忌讳的是 别再继续的快速猛烈的下跌了 如果再继续快速猛烈的下跌 周线结构给干掉了 没了 如果把周线结构干掉了之后 日线再不给你结构 然后突然拔起 这是最难防的一种底部 最难防的一种底部走势 现在来讲呢 我觉得 周线一旦出中化之后啊 这个底部很难跑得了 目前来看啊 很难跑得了 就是咱们大概率 80%的概率能超到这个底部 好吧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就至少有一手护着的 然后呢 在周线底部结构形成之前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位置 更好的地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仔细分析 偷撕剥茧 步步为营 那我看了日线 日线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周红角线需要时间 下周之前不会有日线级别的底部结构 那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至少在下周末之前 不会满仓 就是就算抄底不会满仓 没有满仓机会 我们再看一下120分钟 好 大家看啊 这120分钟 今天只有一根红色的线 但是这个120分钟 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 其实速度已经降下来了 也属于横盘 你看它的绿角线不断的往回首 预计明天上午就开始出红角线了 毕竟明天上午就开始出红角线了 出红角线 然后再次向下 会有120分钟线的底部结构 当有120分钟底部结构的时候 你再去看价格到趋势的距离 目前来看呢 价格到趋势的距离还是比较远 大家看这张图 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 但是当它出现一个反弹之后再下 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是这个时间里呢 这个短期趋势一直在向下 短期趋势一直在向下 就会使得价格到趋势的距离开始拉近 因此呢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 假如下周的下半周 有120分钟线的底部结构 大概率是可操作的 只不过不会满藏操作 能理解的答应 只不过不会满藏操作 能理解的 所以我们说上周没有操作 本周没有操作 这个都是提前说的 咱们就等着 下周呢 预计上半周下周的上半周也没有操作 怎么也等 最快也得等到下周的下半周 还不一定 不是最快啊 最快好吧 最快 但是我们得有一定的耐心 60分钟不用看啊 近期不用看 我们再看一下90分钟 90分钟直接红角线 出了就比较多了是吧 红角线比较多了 所以呢这个一样啊 一样90分钟如果形成结构的时候 要看价格到趋势的距离 目前来看呢 价格到趋势的距离比较远 90分钟现在目前都不够看 120分钟都不够看 对吧 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 只要在这段时间过程中 这个趋势是下移的 因此呢 时间应该是朋友 不是敌人 好吗 时间是抄地的朋友 不是敌人 大家切记这句话 我们要更耐心一点 更耐心一点 但近期呢 大概率是牛草多了 等着就好 等着就好 然后尽量呢 就不要一跌了之后 就各种 是吧 各种埋怨 各种骂一股 就掉 我们面临同样的市场 竞争是无所谓环境的 你有那些情绪去抱怨 你要不如好好研究 怎么抄这个底的 考试咋办 时间是收入的跌 时间是岁月的跌 我说时间是朋友 他咔咔来俩跌 你说你考试咋办 零分 应该叫你家长来 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你时间横着越久 小周期的结构就不用 但是假如说在这儿 你就突然起 结构就不用 所以可以等 还是可以等 另外呢就是 下周期这么长时间了 是吧 今年年限收阳收音 还不好收 如果年限收音的话 历史性的年限 部分之说 年限四零 我为啥说历史性的 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中国股市的历史上 没见过 没有出现过历史性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 这就是底部区域了 问题是区域就是一片 我们抄底得找点 在一片的区域里 得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抄底的点 你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不会一下子 就能找到那个低点 注意啊 不存在 是吧 这个上半年 抄完顶之后 一直空房空到现在 然后等到最低点 那也咔嚓卖进去 我没这能力 注意啊 我没有这能力 你也不要说 老师你行的 你就找来 所以那就是重视 每一个重要的低点 才能抄到最低 重要的低点 你抄进去 不对 不对出来 下次重要的低点再抄 才能不错过低点 人的一生当中 有很多的重要的机会 但是其中有三次大的 可以逆天改命的机会 等着你 我非常信这句话 我身边的朋友呢 也有很多人信这句话 那么他可能会后悔 说某一次机会 他没有把握住 如果把握住他 现在是什么什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 咱们的学员 有没有比较信这句话 就是你的一生当中 会有三次大的机会 如果你能把握住 你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 逆天改命 有的已经把握了 有的已经把握了 有的呢 觉得 呃 错过了 但实际上呢 就是 但是就跟我们抄底一样 没有说你 你说你 对吧 你就把握了一次 这次就刚好是你 逆天改命的这个大机会 没有这样 就是在你的判断里 你认为能够对你起到很大作用 和很大改变的这种机会 你就 不管成不成 你去把握一下 然后平衡一下风险和收益 把风险降到最低 没把握住 将来也不后悔 把握住了 这是最大的概率 抄底也一样 你只有重视每一个重要的地点 但目前来讲 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这两周之内是没有重要的地点 所以就只能观望为主 但是 在这个系列下跌过程中 我们抄了一次底 那次底有日线的底部结构 那次底形成了时间的对称性 那次底其实是还是不错的 从低点的确定性的角度来讲 你不能说后面跌了那次底抄的就不对 这逻辑不对 不通 好吗 所以我说 呃 普通人看市场对错 是你赔了 操作就是错 但我们从学员区的角度 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你按规则操作就是对的 你不按规则操作 赚了也是错的 它的对错标准的评判不一样 所以呢 当下次出现地点的时候 符合买入标准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再买 不要怕 所有符合买入标准 所有符合规则的操作都是对的操作 你不能要求你 今天有人说老师 你有能力把大盘给整上去 我去你太高看我了 你不能要求你能够战胜市场 但是你能够要求你自己不犯错 你能够要求自己按规则来 就够了 好吗 就今年的这个市场 咋说呢 你如果不在学院区 不见得会比学院区做得好 好吧 最少我们现在还心存调底的希望 是吧 很多人都基本绝望了 别的他们都不想谈论市场 然后我们就等着就好 等着就好 道路是取决的 未来是光明的 而且我不觉得这个取决的过程 会在近期结束 也不是说这个悲观 我觉得这个取决的过程 就注定的过程 怎么也得一段时间 比方说一两个月啊 什么的 大家呢 就是你在这段时间 调整好自己 好吧 有时候调整不好自己 就是越说越悲观 越悲观越说 越说越悲观 然后呢 就老子不玩 跟市场说拜拜 咔嚓割到市场最低点 割到最市场 如果你这个卖到市场最低点 然后你不玩的时候 我觉得将来涨起来啊 你也不会玩 因为你无法面对这种挫败 卖到最低点 挫败感 能理解吗 因为很多人他的第一反应 他是逃避 出现大的错误的时候 就是说他逃避 不去想 不去理这件事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文字课里啊 进行了 差不多四个学员啊 进行了 谁谁知道啊 你说上午低迷 包括下午低迷的时候 大家都在熬着 情绪都不高 少说点话 别影响别人 我反复的说 我对你没有意见 我对你没有意见 所以说什么 徐老师啊 什么你就会敬言啊 什么什么的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都不会记得你 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 不管是谁说的 都会被敬言 原因就是 在如此低迷的行情下 我们尽量不要 小团有抱团的好处 你自己啊 有些时候 你未必逃点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想逃 对吧 那还不是难的 最难的是什么 就前两天 纠错的时候 对吧 我们买些位置不高 但是毕竟是 跌了之后需要卖出 纠错的时候 难 我也知道难 但是当你在一个环境里 你的操作就不用那么难 你卖掉之后 到现在 对吧 差不多有两周 三周的时间 没有操作 你再回过头来看 也就那么回事 也没有太难 是不是 但是当你自己操作的时候 是会很难的 这就是学员区对你的价值 很多人他其实 就不会考虑这一层 他的脑子的就是 买了 跌了 然后卖掉 就觉得 这什么操作 这一 以市场涨跌为基础 为判定标准 这种的基本智商 我就判定 他的智商为零 他不会思考 到底价值和意义在哪 他没有思考 能力 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 是吧 我说深入思考 是一个人的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在生涯区里也一样 在股市里也一样 在生活当中也一样 在工作当中也一样 深入思考的能力 绝对是第一竞争力 未来也是 好 感觉今年的这个底 比2018年的那次更难 不是 咱说呢 你去年痒了 刀片嗓 特别疼 今年又痒了 刀片嗓 也很疼 但是你可能不记得 那个时候 人的记忆遵循 遗忘规律 总有人觉得 就是现在的地点 比年初的地点 还觉得让人伤心 但是由于他离得近 可能对你的影响大 仅此而已 老师你好 费波纳契数列 指向9月25号 下跌的第89天 你看那天概率大吗 你问的老师 是徐老师吗 没搞错 没问张老师 迪老师 王老师 徐老师没讲过这个 你是不想问费老师 费波纳契 费老师 他老人家是不是不在了 根本就刨坟吧 把他挖出来 记忆是尊严以往规律 但张库是不会遗漏的 则水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行年下 你就别想了 总想赚钱 情况 费波纳契来了 他也得懵 巴菲特来了 也得败在这 好吗 看看那个 叫什么 某基金公司 是吧 基金公司 赔了57% 将近60% 100万钱 现在剩40% 这是个大基金公司 这封闭 封闭期 封闭期 这个结束之后 就是你想卖 卖不出来的 有封闭期 结束之后 现在剩40% 所以你不用总想着在这样的行间里赚钱 我之所以觉得有信心是在于我在不断的探低成本 但是我没有赚钱 好吗 我只不过成本比原来低 仅此而已 买外国ETF就赚钱了 短期内看的是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么低点的A股你不买 买了那么高的纳指啊 欧洲啊 什么的 日经啊 ETF 是不是傻 所以我就给你四个字 是不是傻 反正我现在啥也不会买 什么国外的ETF啊 什么的 我都不会买 我就看好一个 这么低的位置 就朝这个看未来国力昌盛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现在主要是基金操作 对吧 保持谁你的自信 不断探低成本 我就有自信 假如说这个行情还会操作操作操作 成本越来越高 那我就没自信 现在你说对不对 这几年下来 但是行情就这样 低迷不乱钱 但是这个成本越来越低 成本越来越低就等着呗 还不会一直这样 另外呢 这个不是说必须国家队买 才股市才能涨起来 主要原因不是国家队 主要原因是物极必反 自然而然物极必反 自然而然 老师今天加个吗 加呀 今天讲到16点30 老师心里也在马马列列的 我今天说啊 我今天说抱团去了 然后我还说 我说你这么不看好我 认为我一直都在错 你还在学院区里 你是不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像林徽因所说 你若拥我入怀 疼我入骨 我愿为你蒙上双眼 不分你 是人是鬼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拥你入怀只是为了抱团取暖 你照镜了黑眼 自作多情了 然后我说了 仅仅是为了取暖 因为这个古市的冬天 太他妈冷了 因为太冷了 所以我们需要取暖 仅此而已 胖子又开始说不正经的话了 正经是一种病 正经是一种病 我一直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假如说一个人太正经了 他会很无趣 所以我自始至终好像都不太正经 你觉得我很正经的 一本正经的讲过课吗 有过吗 有过也不记得 但其实我给的这个大概的时间 就没有说是对吧 很近 七月份 八月份 这种 我说下半年的低点 没有那么近 好 你看这个 叫 IAY8 徐老师你好 学员期有时在学员 学员们有时在学员区发发牢骚 你可能认为在你的地盘上 请你多多谅解 学员素质参差不齐 都认为跟着 能赚点零花钱 可现在看大部分人都赔钱 所以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们这些工型阶层 一般见识 希望能跟着你挣点小钱 不知道能不能回本 他有很 就是你的这句话呢 我能理解 但是有很多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 如果我能 我一定去做这件事 比方说说把大盘弄起来 我今天白天还说 我说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我能 我为什么不干这件事呢 我曾经说过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这事让我干的话 我肯定把账战手 干到一万点 是吧 解放全中国 所有人都赚钱 全面对外采放 把老美 欧洲全弄进来 然后再跌 套牢全世界 然后我们抄他们 这个事不是我能办的 你像今年的行情 我能做的就是 逃上半年的高点 和抄下半年的地点 这就是我要去做的 但是今年的行情 你想赚钱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要觉得你行 你来 第二个逻辑错误 我在学员区里 进言谁 或不进言谁 它的原因是什么 逻辑是什么 我讲得很清楚了 跟工薪阶层没有关系 能理解吗 我进言一个人 我只是看得不顺眼 我烦他 你不要给我搞到什么 基级层上去 好不好 第三 真不知道跟着你 能不能回本 我也不知道 需要你自己来判断 好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逻辑错误 说能回本的 一定是骗了 我自己一定能回本 你们我不知道 回本不是我的目的 什么时候能回本 这样吧 我最近两年的操作 所出现的损失 当我有一天回本了 我告诉你们一声 行不行 行不行 OK不OK 我没有设单 我就说我回本了 然后后面都是赚了 就这个逻辑 行不行 好吧 OK 因为我不断地在探低成本 我现在回本 我觉得目标不大 不远大 是吧 操作 其实去年的操作 和今天的操作还行 去年也一样 一个逻辑 前年咱们空仓三次 是吧 所以我觉得只要探低成本 成本的低 然后回本难度不大 心思一样 该抄底还得抄 好吧 两年跑赢上升了 必定跑赢 今年咱们不跑赢吗 今年不跑赢吗 前年三次空仓不跑赢吗 哪年不跑赢 但是操作上 好多人 他的操作其实是 我说了 他的逻辑跟规则 一点关系没有 对吧 今天谁说来着 然后我说 我说你这个 你这个所有的 这个交易的逻辑 跟我们所讲的 就一点关系没有 一点边都不沾 我说你这到学员区里 去学了好几年 学啥来了 一点不沾边 所以你像这种 然后你 你不按规则来 就是很多人 他的操作 跟规则一点关系没有 他既然语言上 跟规则一点关系没有 他的行为 就有可能跟规则一点关系没有 你跟规则一点关系没有 让你买的时候 你不买 让你 就该买的时候 你不买 该卖的时候 你就不卖 然后你亏了 你又 对不对 这个事就不对 你又说什么行情不好 规则不好 选区不好的 那多远 是不是 比豆鹅多远 孟江女儿 把那个长城 枯倒 是吧 那长城肯定 垒得不结实 豆鹅渣工程 是6点13分 晚上老美 江西怎么看 老美可能会进入到 江西周期 那不是江西 几次两次的 大家耐心点 现在就是说 先找这个 分钟线上的地点 确定性的地点 好点的地点 再找日线 出现了 该做还要做 该抄底还要抄底 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 反正是重要的地点 也不会出现很多次 对不对 你看今年 从上半年到现在 这五个多月的时间 就出现过一次 咱们抄了 不对 出来 如果再出现的话 就相当于快一年的时间 才出现两次 也不会那么多次 但是我说 保持着乐观的现在 什么意思呢 装着不收 咱们年年重 行不行 不是抄了两次吗 其实就是一次 就整个满仓 我分部分 第一次买了一部分 第二次买了一部分 这是一次好不好 不是抄两次 损耗太大 你只要按规则来 那有损耗 那天注定的 你不要考虑那个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是 有的时候按规则操作 那么纠缩的时候 损耗小 有的时候按规则操作 这个纠缩的时候 损耗大 有的时候按规则操作 没有损耗 一切皆为天意 你只需要按照这个来 你不要管这其他 你管不了 我也管不了 我也忍怂 股市永远是老大 咱们只能是个小跟班 周线结构行程会满仓吗 会啊 比日线还大 那还不 还不满仓 肯定会啊 24周 半年 那周线的职责也大 这个吧 是这样 就是当你每次 结构行程的时候 你该买买 然后呢 如果动画消失了 纠缩的时候 该纠缩纠缩 但你要天天想着 怕纠缩 你就不买了吗 那不是就变成 阴一夜飞食了吗 怕夜着你不吃饭了 是啊 胖子以前不看周线的 咋不看周线 谁说我不看周线 只不过呢 周线 二百来年出现一次 我们主要看的是 四个周期 六十 九十 一百二十和日线 四大周期 好不好 但是其他的周期也看 不是不看 好吗 只不过呢 就是他出现的次数太少了 你天天看着 他是你的老婆 你老婆的姐姐 你的大姨子 一年就来一次 对不起 你就只能一年看他一次 但你天天看着老婆 行吗 周线呢 对吧 周线的结构 那多少年才出现一次 那日线结构 和分钟线的结构 那几周就一次 但是其他的周期 我是不建议看的 你比方说三日线呢 三周线呢 各种稀奇古怪的 五十一分钟线啊 这种稀奇古怪的 我就不建议大家看 咱们看得看长用周期 月线也要看的 你不管周线 月线也要看的 某指数月线 序列第九是吧 这些坏人 风暂就不相及 我说的一个意思 就是常见的人 和不常见的人 常见的周期 和不常见的周期 不代表那个周期 就不看了 来了装不认识 是吧 你谁 你是大姨子吗 没东西 不用硬别下课了 我就跟大家聊 我天儿不行吗 你不爱听你就走 其他人爱听就听 你看我也没拦着你 没东西不用硬别 没准 我也照镜子飞眼 自作多情 我认为有好多学员 喜欢跟我聊天 你与春风接过课 我携秋水揽星河 三生有幸遇见你 纵使悲凉也是情 你高功于自己的 只有长才和喜欢跟你聊天 不是 你看低迷的时候 你看现在低迷的时候 弱势的时候 每人心理压力很大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的 就是听完我讲完语音课 你的心理压力会减轻很多 天塌了 个高人扛着 古市的冬天 抱团群暖的时候 胖子的温度还可以 好不好 我能说我一听喝就犯粪吗 至少解决你识别的问题 老师从来不认错 我刚刚讲完 每个人对对错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我认为大家也应该是这样的 你先给自己的操作设定一套标准 你按照这个标准操作 你就没有错 你不按这个标准操作才是错的 这是对错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按规则来 大家这么多人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了 我们一直都是按规则来的 你说后期播发九九八 这个小黑乌乌是不是你想念了 多日不见甚至想念 关几天可以也可以 这个咋说呢 障碍耶稣又冒出来了 后面有没有推手 他讲的点位很准 这个 要不你去障碍 叫什么人民广场 拜他为师吧 好不好 改换门庭 好不好 障碍耶稣上次我说了 他几个就肯定不对的 特别离谱了 四个标准吗 然后你们还记得吗 说的基金 还有说的那个点位准的 你上一学书 这个网上有个人总结 你知道他是怎么总结的吗 就是目前这个向上 比方说三千四百点 他说要到三千四百点 是几十分来着 我忘了 要到三千四百点 然后本周要到三千 三千多少点 然后向下 两千八百点支撑 如果不行 两千七百五 弱不行 两千七百二 就基本这种逻辑问题 这基本逻辑问题 所以你还觉得他 就是咱得有点智商 他不能没有智商 另外呢 就是当把一个指数 说到个位数的时候 说到个位数的时候 比方说 我说指数将涨到 三千三百三十二点六九点 在什么什么时候 这个也很容易让人信 你能理解吗 因为越是细 他越容易信 但并不代表 他一定是对的 我曾经讲过这个事 我说有一个卖瓜的 别人问他 你怎么给客户挑瓜 他说找三个瓜 分别拍一下 随便拿一个 用非常自信的眼神给他 就这个就行了 但是呢 我曾经说过 大家记得吗 我说我喜欢他的自信 我说喜欢上海耶稣的自信 我就一口胡说八道的 但是我就非常自信的说出来 但是我们 我们只是喜欢他的风格 喜欢他的形式作风 给这个无聊的市场 注入了一丝乐趣 我们这个市场太无聊了 突然有耶稣这么一个人 出来我们觉得很欢乐 但你要觉得他准 我的妈呀 你要觉得他厉害 我告诉你一件事 在逻辑上 真正厉害的人 绝不去人民广场 干这事 你想想想这个事 是不是对的 假如说这个人 就是类似于 什么国内的国际的 预测的全部都准准准 没有比他更厉害的 什么什么的 一个人 他说这种话的时候 他如果真是这样呢 好吧 这个人 他绝不会去人民广场 干这件事 巴黎特肯定不去吧 索罗斯也不去吧 罗杰斯也不去吧 他们的岁数也都挺大了 可能也就剩几颗牙了 但是他们不会去 我也不会去 你回去天安门 天安门比人民广场大 我也不会去天安门 我哪也不去 好吗 假如说有一天学院区 这个 这个 我不再学院区讲课了 我也不会去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耶稣 他有自己的快乐 如果我到70岁 80岁的时候的 可能我也会再寻找 自己的快乐 所以当一群闪光灯 对着他的时候 网上都在探讨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 他在那一刻很快乐 你们能理解吗 所以他愿意去 然后呢 这个市场也喜闻乐见 尤其是各大媒体 是吧 什么抖音 快手 喜闻乐见 然后呢 股民也很开心 也很高兴 他说的可能都是 虽然说有些 不着编辑 14600点 但是说的都是 让大家开心的 开心的事 何乐不而已 对这件事呢 我建议的就是 垂于乐 垂于乐 你不要研究 在这技术汉量 垂于乐好不好 几个基本逻辑 我说了吗 你要自己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但是你要在学员区里说 这个他多准啊 什么什么的 我就觉得啊 这么多年 你给我快搞破坏了 我的教育是不是失败了 好吧 总结一下今天的课 今天的课呢 前面差不多20分钟吧 相对来讲 那就比较重要 后面呢 就是跟大家随便聊聊天 但是聊天呢 也有聊天的价值和意义 很多道理呢 是相通的 看似不相连的事情 其实它是相互关联的 这句话呢 是叫什么呢 杨锦林说的 凤凰预设 然后呢 本周没有操作 下周的上半周 大概率没有操作 观察分钟周期的 红角线的情况 近期呢 主要以降速为主要目的 反弹也算降速 横盘也算降速 只要不加速下跌 就是近期的主要任务 然后等到下周的下半周 看看分钟线 有没有和买入条件的低点 有符合买入条件的低点 我们继续买 没有就继续等 有周线的顿化护航 不担心短期突然拔起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 循序渐进的 去找重要的低点 踏踏实实找低点就行了 其他的不要想 弱势的时候呢 控制好情绪 这个冬天格外的冷 所以我们需要抱团去暖 是吧 你不求以雪龙送炭 咱不落井下石行不行 咱不说风凉话行不行 本来就够了 你还说风凉话 行不行 上来一下 好吧 好了不多讲了 16点3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